这个是Blacky 这个叫Browny 为什么叫Browny呢 因为它原来的颜色是棕色的 你看它脖子还是棕色的 但是底下就变白色了 它颜色在变 走最远的那个叫Rooster Rooster是长得最帅的一个小帅哥 你看它的罐红红的 我们这边还有个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Snow White白雪公主 它小时候的时候是纯白纯白的 现在还有一点点黑皮了 Snow White的脚是有点弯的 看到没 它的脚只是弯的 我一直在想它的脚为什么是弯的呢 因为原来小的时候它的脚不是歪的 看它们找东西吃是好可爱的 因为它们不大吃鸡的饲料 除非真的没得吃了它才会吃 它们特别喜欢我们做的米饭 米粉 蔬菜 水果 但是就是不是真的不感冒 对鸡饲料 对不对 Rooster很喜欢唱歌 它的声音特别清脆 怎么样你在看着我们 这叫Blacky Blacky呢叫小黑 小黑是全身都是黑的 黑的黑子发亮了 有没有觉得 这就是它们的鸡棚 是师傅给我们做的 为什么外面要做一个铁网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有老鹰 老鹰经常会把它们从天上飞下来 就把鸡给抓走了 所以我们 而且呢这个铁丝网是那种超级超级超级硬的这种 不单硬 而且我们还往地上挖了差不多一寸到地上 否则的话我们这边有一种动物叫racoon 这个racoon呢 它就会把这个 就会从这个铁丝网底下钻进去 去吃鸡 还有就是师傅给我们做了这个门 你要是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 你会觉得好有创意啊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baby的这个床 就那个床架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来做一个那个铁门 旁边还有个门我们可以进去清理这个鸡棚 这个鸡盆本身外面是木 然后为了这个保护这个木材 我们就在外面再加了这种防水的这种黑色的这种材料 这个其实是放在屋顶上面的 我有考虑就是说要不要把它刷成红色 就比较喜庆一点对吧 这就是我们家的四个鸡 这就是我们家的四个鸡